大家好,我是麦安奶爸 今天呢,我会教大家一个步骤 怎么知道你喝的威士忌是不是有放焦糖色素 什么是焦糖色素呢?就是这个 它就是在台湾可以放在卤味啊,饮料 就调颜色的东西 在威士忌苏格兰它叫做Caramel Colouric 然后编号是E158 这个就是没有味道的焦糖素色 它是用来专门调和威士忌的颜色 好,我们来做个测试 就是怎么知道 威士忌有没有调过颜色 我这边有一个百副威士忌 它是很好喝的威士忌,而且颜色很漂亮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这就是把水弄成这种的颜色 水倒进去 好,这样子就看起来差不多一样颜色的 的感觉了 颜色真的很像一个很不错喝的威士忌 对,可是它只是水 有加上焦糖色素 好,那我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一些蒸瘤厂会做这个 调颜色的动作 第一个解释就是 因为有一些酒厂需要大量的产生一些酒 比如说百副十二年之类的 那他们需要用这个调颜色 让它的产品就有平均的颜色 那以商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就是需要做这个 调威士忌的颜色 是因为呢 在厂商或大卖场 你通常会看到很多瓶子的威士忌像这样 那对一般的买家 他会觉得哦 这支颜色超深的 然后这个是比较淡 那 那你会觉得这个是比较老的酒 比较有味道 然后比较好喝 那通常就会买 买出去 可是这个是不对的想法 因为 颜色比较深不一定是代表好喝 那你这个会影响到 威士忌的味道吗 其实没有耶 因为在苏格兰的那个法律 你只能用那个E158 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味道 然后喝起来 完全是水的样子 所以 放在威士忌里面一定是喝不出来 好 那现在如果你是很建议就是 你要喝比较自然 颜色的酒 那一个步骤要怎么知道呢 那个步骤就是看盒子包装 好 那个步骤就是要看这个英文字 就是NATURAL COLOR 就是代表自然颜色 盒子包装里有写NATURAL COLOR 表示没有放焦糖色素 再加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通常你要看你买的酒 是不是调和威士忌 或是丹伊玛雅 大部分的调和威士忌 就是有放这个焦糖色素 可是丹伊玛雅的威士忌 其实是有的 有一些有 反正包装里没有写NATURAL COLOR 它这个意思就是 它可不可放 就是你就不知道 所以你最保险的就是有写NATURAL COLOR 才是确定的 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买美国的波本威士忌 美国波本威士忌 那个法律是很严格的 这边我有一个Woodford Reserve 它这边写Kentucky Straight Bourbon Whiskey 通常法律规定如果你写Straight 这个字 它就是说没有调颜色的美国酒 就是Burbon Whiskey 最后就是我觉得 要用一个开放的心态 去看威士忌的颜色这个话题 因为其实真的 淡的威士忌不一定不好喝 深的威士忌不一定也很好喝 就是最准的就是打开来喝嘛 所以然后这样子你才会知道哪一个Whiskey 你真的会很喜欢喝 好 那下礼拜我会讲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冷凝过滤 最后如果你们你在住台湾 然后你们家有开什么店啊 滷味摊啊或是饮料店 请在下面有个言 就是说我要这罐焦糖色素 我就会免费送给你们 因为我就是测试完了 好 like and subscribe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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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